现在又被发现 疑似同样的IP 在2018年的时候 也修改过韩国瑜的 维基百科 讽刺他是韩岛 但交通部跟法务部 到现在都还查不出来 是谁做的 网友就质疑 这些人恰巧都审 曾经是蔡总统的眼中钉 拖到现在都查不出结果 难道是网军的后台太硬了 公路总局官方IP 才被抓包 偷偷上维基 把小英讨厌的客问者 和赖清德加进林秉书资料 现在又被举报 同样是公总开头的IP 在2018年时 就修改过韩国瑜资料 不大骂他是韩岛带风向 还批评他当选市长是皇帝登基 难道真有国家籍网军 这部分就留给公总继续来查 网友看不下去 偷骂太扯了 总统被换脸 你火速把人给揪出来 官方IP被盗用 现在怎么可能查不到 怎么会抓不到 你只是不抓 哪里好几天都抓不到 你叫专家去抓到看 几个小时就给你抓出来了 而且这也印证了 网军就藏在你民进党政府里面 为什么网军的IP地址 就在公路总局 连交通部长都不敢查了 因为网军头子更大咖在后面 还有网友嘲讽被修改的资料 柯文哲 赖清德和韩国瑜 全都是蔡英文的眼中钉 难道公总有因粉或是网军大队 到底谁是最大咖的网军头 政府抓网军能否抓得到 蔡总统抓网军 你叫他抓他自己 行政院现在大大了说 我们反对网军的 你们就在网军的后面 怎么不是 公总澄清修改韩国瑜资料的 不是他们的IP 但谁偷用官方IP 修改李秉书资料 如今成了世纪之谜 只有张正名陈宇荣 拍拍摸 不过 不过 感谢观看